我完全不知有一項報告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 我都沒有表達 或者有任何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東西 因為出自的一些報道 我覺得它能夠拿到這些資料的機會 也不是很高的傳媒 所以再用這句說話一小才知道 我不知道最後會不會有這些澄清或表達 我完全不知這回事 你說會不會有一些經常對香港問題向北京回報 我相信這也是需要的 因為作為地區政府向中央報告 就不只是想北京述職時去做 你說會不會有一些經常反應上有可能性 內容這一點上 我自己剛才說是完全不知有什麼可以看過 所以對於這樣的表達 可能政府也有些看法 比如說中央說要立即炒林鄭 林鄭也沒有什麼可以表達 免得說了這麼多 已經沒有這回事 她也沒有什麼可以表達 所以你說是否某些事情是說出來 政府一定會就此事回應 我們要看什麼事情 我這樣看法 你只要報告裏面說什麼我不知道 或者是沒有這樣的報告 我也不知道 這方面也要等政府自己 如果需要像你提供提供到要澄清或表達 這是她自己本身的考慮點 但你說整體上 在今次的處理疫情方面 建制派有批評的 我覺得這也是事實 因為剛才你也不斷表達了 有些官員或特首在有些地方的表達 他們也覺得有協議的地方 所以如果現時有建制派出來 批評政府有這個做法不夠 我覺得這個也應該 如果作為一個負責任的議員 他們有這個責任去表達 我覺得是合適的 也應該的 當然如果有些情況不瞭解 而造成了批評 而大家之間的接受程度 也會出現一些問題 我覺得這一點也需要從批評的人 也要檢討 你的批評人也要建基於一個 有些事實基礎上面 就不要因為根據一些不準確的報導而作出 在這方面的批評 更加能夠有效的施政 我覺得這方面的方向和整體上也應該是同一個方向 在近期有些感覺上覺得建制和反對派在一起 有些強烈的 有些不是很事實的基礎上的批評 這一點有沒有呢 我想都要做來看 是否真的有些地方過了呢 令官的感覺是有些覺得不太接受呢 我認為雙方方面也要檢討 又不是這樣說的 你還要說有什麼事情要批評不入意呢 我不覺得行會在這方面 在處理過程之中 對特首的決定 或者被大家之間的合作出問題 我不覺得這一點 因為我們的責任都是把我們一些看法 去比特首去考慮 最後的決定權始終都是特首 這一點是 其實你作為立法會議員 大家之間的角色是不同的 立法會議員可能會比較多一些監察的角度 我們這個行政會的成員 主要是重回我們自己的經歷 我們自己的經驗 我們自己的分析 去給予一些意見 覺得這樣你需要事 你這樣未必合適 這些是我們自己的責任 我的分析是兩回事 一個現在的會議都是京官 因為京官令很清楚的 就是重回在中央的機構下 去調配他的實際的慈善官員 港澳辦一次的事 更加不僅僅簡單 他認為要將整個香港的問題提升 要有更有效的管理 他在這方面的制定 所以你將兩個中聯辦主任 都變成港澳辦的副主任 將現任的港澳辦主任 變成了常務副主任 這些給一個副國級的 作為他統統 這一點是恢復回到廖輝的年代 用一種副國級的規格去統籌整個香港 所以在這樣的架構下 很簡單的 這個特首來說 也是屬於這個港澳辦 基本上他要關注的那個範圍 當然他就不是一個 好像中聯辦的副主任 因為這是國務院直接的一個部級單位 所以你這次的行政長公會不會互換人 我的答案很簡單 你看到無論是習近平主席 去到李克強總理 在實績裡面 在國際會議上 帶出來的訊息都是非常公開地 去肯定吳鄭特首的 對他在現家的表現 所以你說在這個換人 我不覺得會出現 再加上香港的不單純由中央政府委任 不單純是他必須有一個香港市民的選舉的基礎 然後再受中央委任 這是兩層的事 所以我不會認為 我亦不覺得這種猜測 或者是 有林鄭 因為幾個 這一級的人都換了 所以就有一個隨自而來的做法 確實現在政府 特別政府是一個弱勢政府 變成了 經過修例風波之後到今天 因為那個變化是很大的 你說在七個月之前 香港政府的管治威信 和現在的管治威信 是一個很大的落差 很大的變化 當然這一場修例的風波 所出現的背後的問題 就頗為複雜了 所以去到今天 內部其實 或者建制的力量 怎麼能夠更好地去整合 更好地有力去支援政府 支持政府 按照經常都說的 依法施政 其實他也有這麼說 你不是說 他的施政仰都支持 依法施政 我覺得是應該的 大家 有些地方 可能需要求大全小二的方式 大家都有充分的一種 互相的理解合作 我覺得現在是面對 現在的危機 必須要做 所以你說 現在要提出支持特區政府 就是國界 愛國愛港 或者建制派 支持政府 我覺得這個是 在戰略上好 在現實上好 都必須這樣做 如果不是 你 必然香港是沒有運好限 如果這樣下去 香港也要 我覺得 在二十幾年 回歸 接著 亦出現了這麼大的風風 之後 亦經歷疫症 亦經歷疫症 我覺得這一點 重複在政治體制好 政治系架構好 都應該要傳染 都有一個合適的時間 來總結 去檢討 去看哪些地方 去改進 因為 二十二年 二十三年 和五十年齡 其實已經走了一半 近一半 有什麼地方是需要改善的 現在出的問題在哪裏 都應該找出問題 作出相應 有些地方 事實上是一種架構的問題 不是一個個人問題 我相信這一點 大家慢慢問 你發問到現在 在現有的 之外有四位特首 前三任都沒有做完 兩輪 兩個任期 現在林太太會不會再做多一個任期 我看來的機會就不太高 我個人的分析 這當然是世上無跡的 但是 這是什麼問題 是不是個人的能力問題 個人的作風問題 是不是這麼簡單 整個架構上 你從怎樣高的威信 開始 去到某個階段 你便必然會 因為架構的問題 而影響到 它的管治 慢慢出現困難 這一點是值得去檢討 值得去總結 你這樣才能夠 更有效地進行 這才是對香港的一國兩制的落實 才是一個更負責任的做法 有些人都經常說 你現在立法會是一樣的 立法會所有的 包括經濟派 都是一種 如果要監察政府 批評政府 在基礎上 你不在這個位置上 你往往就覺得很容易 就在這方面失分 就失去市民在這方面 對你的看法 支持 這些有很多的評論 很多的分析都有人提及到 這一點都值得去想 值得去研究 因為外國政府要走一個這樣的議會制度 他們的方式處理的就是 政權良態 我這一屆是反對的 反對黨 我下一屆可能會出現一個執政黨 執政的位置 所以每一個人都不會去到這麼盡 每一個政黨都不會去到自己 將來執政之後 自己無法執政的事情 但現在不是 現在可以提出這些完全不適 不符實際的 不合乎現實的 都可以在這裏 包括你今天看到 議會可以不正常運作 多久了 十月到現在 想想這些可以在其他國會 其他地方的議會裏出現嗎 不可能 這些問題都是絕對要去 真的要慢慢去理順 國務院的上層 港澳辦這方面的調整 其實都是從這個層次上 真的都應該要考慮